今天下午是 我们财经委会继续咨询 从张医院议员跟谢志忠议员联合咨询30分钟 以及蔡兰阳议员共同使用 来我们请开始 谢谢主席 我想最近我们全台湾最关心的民生议题就是我们的水 因为一世纪都很缺水 所以大家都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水资源 那我想请教市政府 对于这个缺水或者是说珍惜水资源 咨询经委到底有做什么样的措施 那还包括说其实大家除了在讨论节约用水之外 我们也去顾虑到说也有去调资料 也有跟市政府查询 到底我们台中市的漏水率如何 啊结果资料一条出来是怕死人咧 副市府市政府 资料一条出来是怕死人 我们一年 大约漏掉了356座的101 我们台中市 在当时是这次的参计之后升格为六都嘛 在过期五都的时候 我们台中市的漏水率是全六的五都里面最关 想不到现在六都之后我们又变第六名 第五五个时候我们第五名 六个时候我们还是我们又变成第六名 我们的漏水率居然在六都里面 还是高居六都之冠 一年漏掉了356座的101 台中市的漏水率23.4 台北市16.7 高雄市14.7 桃园市15.36 新北市12.6 台南市10.7 我想我们常常说因为县市合并 我们有一些所谓的措施 或者是政策因应县市合并 所以我们有一些数字不漂亮 但是我觉得已经合并这么久了 然后五都也变成六都 五都的时候我们第五名 六都的时候我们同样调车位 这个是所谓的漏水率我们高居六都之冠 那接下来本市也要 也调出了资料 我们在漏水率高居 六都之冠 但是我们的普及率 我们自来水的普及率 居然是六都掉车位 我们漏水率很高 我的普及率却是最低 这个其实坦白讲 这个是天差地缘很反凤 我们的自来水供水普及率 在一百年一百控一年一百控二年一百控三年 由台北台南新北高雄桃园这几个县市里面来说 我们自来水的普及率还是掉车位 就算头红他在那边的升级阵前 同样又赢过台中市 我想这是台中市要减少的地方 从一百年我们的九十二点七 一百零一九十三点一 一百零二九十三点五 到一百零三的九十四点二 我们有再进步没有错 但是别人同样在进步 我们常常像我刚才在过来 常常都说因为 关市学兵怎么怎么 但是我们要去思考 为什么台南市 他们同样是关市学兵 同样跟台中市的经营很累死 为什么人同样没调车位 为什么调车位 因为就是台中市 我认为说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检讨的地方 但其实虽然说太旧管线 我想请警局局回答 太旧管线方面 虽然是中央自来水那边 主要是他们主力在推这个的嘛 那我们台中市在这方面 对于漏水率这么的高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请局长简单回答 跟议员报告 我们可以做监督跟协调的这个角色 监督的部分是因为市府 有这个董事代表在那边 那协调的角色是说 台湾旧的管线的部分 它涉及到整个 这个路权上面 行政协处帮它协调 好局长你请坐 我想根据自来水公司 所提供的资料 台中市在100年 跟100空隙年 我们100年的时候 我们 台湾旧管线 有169公里 但是在100空隙年 这或许是它要预估今年度 预计要施作的 才只有105 照理来说 我们应该是越来越进步 怎么会这种倒退路 我我想不到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认为你说 我们有监督的权利 但是在这边 从资料上显示 我看不出经济局 在这个太旧管线 跟漏水率方面的对策 有什么样的作为 那包括说 它所因应 自来水漏水率 投入的金额 就是台湾管线 所投入的金额 在100年的时候 还有8.96亿 但是到104年 才只有7.29亿 所以我们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的钱 没比别人更多 我相信我们管线的长度 也没有比别人长 但是我们漏水率 一样这么高 我认为在我们 在告诉我们的市民说 我们要节约用水 我们要珍惜水资源 等等之类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的市政府 应该率先 跟中央 去讨论说 所谓的对策在哪里 为什么其他的县市 可以做到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局长 你认为原因在哪里 这个我当然 就结构上面来看的话 这个管线 他们当然有一定的 折旧的年限 所以他 越换的话 他会觉得说 堪用的管线 其实 该换的都换了 其他的 他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紧 我给你提出有两个问题 第一 就是我们的漏水率偏高 我们漏水率是最高的 但是我们的普及率 却是六都最低的 你这个原因在哪里 你应该 你应该要去 要去讨论说 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们自来水的普及率 从100年度到103年度 我们都是调查位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你觉得原因在哪边 这个我想跟台中市 它的都市发展 比较早 那么 最一开始的时候 水公司就设在台中 所以它那个管线 其实都是40年以上的 PVC的管线 实在是 这勘用率是非常的差 所以会造成说 我们漏水率在六都里面 因为它都市计划 我们其实是 台中市是 日本时代的时候 最早的一个都市计划 局长 你请问他回答到漏水率的问题而已 还有所谓的接管普及率 为什么我们还是六都最低 接管普及率 的确是值得检讨 为什么 因为台南跟高雄 同样都有所谓的 比较高海拔的地区 同样都有所谓的 三层箱 你们的对策呢 总不能我们每年都这样吊车尾吧 那常常拿 常常拿 吊车尾 感觉不觉得很难死 很难看 很难看 你也知道很难看 我也觉得很难看 每年几乎在议会 只要到 我们财经委员会 都有咨询到相关的议题 都是跟自来水有关 我们的漏水率这么的高 我们的接管率这么的低 我觉得真的很反风 而且 真的坦白说还蛮讽刺的 然后我们老是说 因为县市合并之后 老是用这个理由 对一百年到现在 老是用这个理由 会不会觉得太牵强了 为什么人家台南可以 台南也是县市合并 它也有以前的管区 也有现在的市区 人们也是学兵了 为什么 我们台中市 英文就是 钓车位 我们做的 比别人更好 但是 我们的漏水率这么的高 但是我们的接管率又这么的低 到底原因在哪里 连没有五都的 连现在 才升格六都的 桃园 他都贏过烂 富士長 我们这样不是只有 看而已 我觉得坦白说 还有一点 建议 很不好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 已经没这么久了 对一百年到现在 我们的市政府到底 对策在哪里 年年吊车位 真的不会汗颜吗 对策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每年都是吊车位 那接下来请 张玉燕议员继续咨询 主席 大家好 自来水普及利 欸 革命你身材 没关系 自来水普及利 一直都是 我们台中市 升格之后的痛 我们 曾市长 欧子共 也在任务 就是说 要超高 干杯 还要提高 1.2% 也是我们五度的 滋末 只有94.02 普及率 就是说 还有超过15万 以上的人 都在喝 地下水 因此现在 我们台湾 升格之后 所以变成 像我们蔡 蔡医院说的 老五变老六 所以未来目标 竟然是要超 逃 赶高 实在是 真努力 旅局长 金发局的旅局长 我知道 我们金发局 想简化 切水许可 文件核发 但是我们赌发局 确认 只要坚持 放宽 偏远地区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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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 给你问一下 这边的 八区 偏远地区 是哪八区 包议员 这个现在目前有放宽了 放宽了 放宽到21区了 原本是依照 那个民宿 可以设民宿的 他把它定位 定位成为 叫做偏远地区 大部分就是 我们的三层区 跟我们的海线 是 那现在有放宽到21区 所以现在 有同意放宽 那个标准就对了 有有 放宽到21区的非都 非都是计划区域 所以就 我刚才跟你说 就是我们 使用建造的申请 跟许可办法 也都有改了吗 还是还要 十股扑法 照进行 那个 未领德使用 执照 趁足物申请 接用水电 许可办法 这个跟议员报告 这两个月以来 我们都密集 跟我个人 跟王局长 我都一直在参照 第一点就是 刚才那个偏远 八区 现在改的21区 第二点就是 我们希望 都发局 他的办法 里面再新增一条 那新增这条 就是说 把 这个 区 里长 可以认定的话 我们就来简化 那个行政流程 你一定可以认定 也是可以 就对了 希望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旁边你说21区 是多21区 还有我们 太平 当然有啊 现在就是把原地 原地族 族 族 那几个区 靠掉 基本上就是 二十一区 原地 旧台中市区 有 就是把东南 中西 南屯 西屯 北屯 扣一扣 大概就 就是21区了 好啊 這樣不錯啊 所以我們局長都在做事情嘛 所以好像就是說 我們局長都在替我們市長達成這個目標嘛 因為自來水幾升格之後 這是大家會聽嘛 所以我們局長都很認真 還有跟都發局密切的聯繫 聯繫然後要怎麼改改這個辦法就對了 另外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市長就任之後 我們的預算 希望我們已經這個自來水部分 已經從三千多萬 現在增加到七千五百萬 要做自來水的岩管 好 感謝局長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教我們省議員 局長 原本喔 建築法73條 我想蔡聯議員這個標題寫得很清楚啦 我們的漏水率是最高啦 但我們的普及率是最低啦 那其他有關我們接管的辦法 其實建築法第73條 建築物非經營的使用指導不准接水用電的這些辦法裡面 他就有相關的規定 那其他他引述第四款 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是建築物 然後我們的都發局 我們非常認知的都發局 又去訂了一個根據這個彈書條件 又去訂了一個根據建築法第73條 又訂了這個所謂的台東市衛領的使用執照建築申請使用水電許可辦法 這個是在去年的103點12月23號又修正過一次 雖然 剛才你所提的張岳瑩所關心的 你這個偏遠地區從8區放寬到21區啦 局長 這個是計一個進步的方向 但是我還是要在這裡提醒你一下 這過去這橫向協調都做不好 如果我們真的有心改善所謂的接管的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應該要站在便民的角度來思考 建築法第73條的第四款 如果你認為它是迫切的民生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了 其實你們真的不用去跟都發研究一下嗎 你剛才有跟都發研究過說 把8區放寬到21區 如果你問我的意見 我認為這個方向是對的 但是我更進一步 請你們去研究一下 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不可以根據七三法 建築法這個七三條下去認定就好 一定要多增加這個淡書的一個 所謂的申請水電的許可辦法嗎 所以我是去研究 自來水 自來水廠 我非常務實的去跟他們討論 水利數變一些異算 我們市政府現在也有變異算 不是3500啦 是4500啦 101、102、103 都是4500啦 今年是7500啦 預算有增加方向是對的啦 但是呢 你這個辦法 你們橫向協調去處理好 如果自來水 水的問題是最基本的民生問題 市政府應該要站在辯民的角度 我們再給創一張出來要做什麼 給創這個辦法出來 這個有存在的必要嗎 其他的縣市政府有在增加這個 所謂的自治辦法嗎 許可辦法嗎 我認為這個沒有辯民 這個是比原本建築法七十三條的規範 還要嚴格 雖然八區放寬的二十一區 是一個對的方向 但我認為 您應該去檢查一下 有存在的必要嗎 如果金發局 編了4500萬 今年增加了7500萬 或許明年還會再增加 我們多編的預算 我們提出了誠意 要來改善這些到現在還沒有吃太水可以用的 那我們就應該併明 就不應該再設定另外台中市政府 我們再自己設定一個 比建築法七十三條更嚴格的規定 局長您的看法怎麼樣 非常支持協議員的看法 是啊 副市長 這個水的問題 基本的民生問題 金發局 他是有這座 但是 設定了這個更嚴格的辦法是都發局 這個橫向協調去做好啦 不然就像 蔡亞林議員所講的啦 左手打右手啦 不要說我們提出生意要做啦 結果我們的另外一國 又提出來一個 比建築法更嚴謹的一個規範 不辯明嘛 沒有必要這樣子嘛 這個才是誤實啦 局長 是不是去跟 都發局好好橫向協調一下 這是不是要扣路 不是犯罪案 是根本就把它廢掉 我們就依據建築法七十三條來 這才是辯明啦 副市長 您的看法怎麼樣 你來協調一下就好嗎 好要回答 沒有意思就記得 很好 我覺得很棒 好 副市長你請坐啦 那另外 我還是要再提一下啦 局長 是 蔡亞林議員所提的這個 漏水率最高 普及率最低啦 那剛才你也談到市政府對自來水公司 我們派當事嘛 是 你剛才說我們有監督跟協調的功能嘛 那看起來是不髒啦 看起來是不髒啦 所以說請你強化一下啦 那另外 可不可以請你具體的 告訴我們 你現在具體的辦法是什麼 第一個 漏水率最高 請經發局提出具體的對策跟辦法降低 可以不可以 不知道議員喔 我們事實上從上一次的這一個 大陸山的一個事件 停水四天的這個事件喔 我們就 非常積極 我們幾乎是 透過各種方式要去跟水公司來做溝通啦 那這水公司要降低漏水率 會涉及到兩三個單位 那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後續還會強化跟它做溝通 那漏水率的部分呢 它可能會需要就是說 它第一個監測出漏水最嚴重的地區 那接下來如果它換管線的話 就勢必牽涉到我們的路權 等等這些部分 這也是跨局處的業務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 建設和其他相關單位一起來協調 開花管線 我們甚至可以 要說經發局有什麼具體作為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協調 就是說我們來處理路修的部分 都是有可能 我覺得簡單一點啦 今天你在做這個位置 這就是你的質疑啦 雖然有些事情是別的單位 那才需要橫向協調嘛 那如果只有你那就簡單了嘛 所以不管如何 你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的責任啦 各位台東市 這個質疑你要承擔 所以我們具體要求 第一個 請經發局提出 改善漏水率的具體的辦法 你要去協調 我們都沒有意見 第二個 也請提出 如何讓普及率更高的具體辦法 你要提出這兩個辦法出來 供我們三個 在總質詢之前提供給我們 這樣可以嗎 沒有問題 好 就我再問 一年四千五百萬 過去的自來水要接管齁 實在我如果聽到說我們方圓 到現在要有自來水接不到的齁 實在聽到就覺得不可思議啦 那以前都是水利俗 我們就要去補給他們 就要去評估 這個我們當然尊重啦齁 那搞到最後其實做的真的不多啦齁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看到我們市政府 願意來增加預算啦齁 但我認為七千五百萬恐怕還是不夠的啦齁 你在這個位置 你多久可以把這個普及率 你要有信心 給我們自來水齁齁 給我們台中市民多久 大家都有自來水好吃 你相不相信我們豐原有 沒有自來水好吃的 豐原耶 當然相信 當然相信 我是豐原人 我知道 蝦南家 東南家那些都沒有自來水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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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這個不是我們的責任嗎 今天不是只有考慮豐原 我們要考慮大台中市啦齁 局長 有信心嗎 多久可以完成啊 信心一定是有的啦 因為這 降低這個提高普及率 其實有部分是超支在我們 而且最近我們也 一天到晚去跟水利局炒要預算 所以 普及率的部分我們是絕對有信心的 那不敢說百分之一百啦 因為 我們台中市還有雷山 雷山要貸出水比較有困難 所以曾 中議員也有問說 可以100% 我100%是比較不可能 但是提高 讓這個台中市呢 能夠脫離六都之末 這個是我們的使命 所以我們的普及率 以今年最近的 該看是94.2 九十四 九十四嘛 人家都九十九 要做到百一百 我今年是幾乎不可能啦齁 但是我們九十四 離人家實在差太遠了啦齁 誰是基本民生問題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去加強啦齁 你剛才也講 很多是超知在我們嘛 假扁股 這種民生問題的假扁股 不是要做方案 是大台中市都應該來改善 要有具體改善 七千五百萬還是不夠 明年應該要多邊 就是這個自來水的問題 這樣好不好 謝謝議員的支持 我們絕對 所以說還是要講一下啦齁 我們的自來水基本民生做啦齁 基本民生問題啦 落水率最高 普及率卻是最低齁 那我們的杜發局 又很激烈齁齁齁 去訂一個比人建築法更嚴重的規定齁齁 這個不便民 我們真的希望副市長能夠去橫向協調一下齁 不要說 好像我們金發局很有誠意 結果左手很認真在做 右手又來設限 這不通啦 這不通啦 這個要具體改善啦 在下的時間交給張宇彥彥 謝謝主席 那勒 太平的儀白齁齁 是黃金國嘛齁 高長 市長也有說啦 要把這個黃金國打出去啦 我 跟我們農業局王局長齁 太平大歐堂附金齁 正儀白齁超過五十年啦 是我們台灣儀白的發源地啦 對日據時代齁 就開始市值是高農業產值的果園 但是林務局齁 現在都跟他當時 區外保安林地嘛 要砍琵琶去造林 局長 我給你問一下 你怎麼有贊成齁 我們太平的琵琶廢更造林啊 不贊成 不贊成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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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的進度就是今年度我們農業局補助一個計劃給弘角大學 由他來帶我們做琵琶磚區的規劃案 然後目前是4月16號的時候已經有提出所謂的集中報告 那我們的規定是在期末報告之前要舉辦兩次的說明會 就是要納入在地農民的意見 然後這個結束以後就是這個結束的報告 我們要具以來向林務局爭取大家的希望就是這些林班地能夠解編 他的關鍵的規定是什麼 關鍵其實還是在林務局啦 因為他的林班地要解編是他們還蠻堅持的 兩次的說明會是你預計這個時間要多久 就是我會請弘角大學儘快來 因為他第一次期中報告的時候我們有一些專家有給他修正的意見 那修正的意見他再去做修改以後 我們就盡速來辦理說明會 這要多久?這個說明會要多久? 照後納入農民的意見啦 兩次的說明會如果說一國會一次 這樣應該我們希望能盡早啦 盡早?今年嗎?還是六月底? 是,六月底仍然盡早 因為我說六月底是說 弘角大學也修正的內容 不曉得可不可以來得及配合我們 那我會盡快來進行這個事情 好,沒關係,很確定 太平人的義賣絕對不容許砍樹造林 農民很辛苦在那裡安生立命超過一甲子 義賣的工作真的很費工 我也做過一年四季都要做啦 也不可以讓農民的奮鬥心血化為烏有啦 本席建議啦 保留產區內林鄉 多樣性生物的等各種生態 推動混農林業生態園區 兼顧琵琶與國土的保育啦 農委居喔,局長拜託一下 認真動腦筋把你們在街邊的媒體吼 吹出來讓琵琶專區也能早點設置啦 不然區外保安人如果沒有這邊農民很難成功 啊琵琶專區如果沒有農民真的要百度啦 百度局長喔,比較認真 當頭靠一下 替我們太平的農民想辦法在哪 是 呃,跟議員報告在 完成這個最終的理想目標之前 我們會要求理務局一定要維持農民的耕作權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底線 最基本的底線就對了 好,隔壁 這樣接下來我要請我們蔡雅琳、蔡議員再說 呃,局長,你請坐喔 我想太平琵琶,琵琶太平 我覺得身為農業企應該要讓我們全台灣的人民 想到太平就想到琵琶,想到琵琶就想到太平 好,就像我們想到吃上米就想到台東 我認為說我們台中的農特產非常非常多 其實我們台中的農特產 我們應該要去發展它的特色 但是本市也認為說 其實不只有是農業局 農業應該去結合觀光 好,我不知道說我們現在 我們台中市有一個所謂的小麥節 農業局你知道嗎 小麥節是你推的,還是觀光局你推的 我們農業局補助工所跟農會一起合辦 好,你請坐喔 我在這邊也要跟副市長還有跟我們市政府建議 我覺得有小麥節很好 但是你去問一般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原來我們台中有小麥節 我認為是不是市政府給農業局的經費太少 還是說怎麼樣 整個節慶的規劃 整個節慶去結合我們的農特產品 這樣才是一個成功的行銷 我覺得他的小麥節的時候 他整片的那個麥田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像黃金的海波浪一樣 我認為說我們要推這個很好 但是我們可以推的更成功 我認為說你們在心思方面 在預算方面還有在接駁方面 還有在行銷方面 真的應該結合新聞局跟觀光局 有去參加小麥節的人請舉手 大家知道小麥節在哪裡嗎 在台海 好,剛才沒說錯 這樣就沒說過了 但是有去參加的請舉手 應該沒有幾個吧 就你一定要去啊 你要開記者會當然要去啊 所以局長 我要幫你拿出小麥節很好的行銷 包括琵琶節等等 結合各項的農產品 跟我們的那些所謂的節 去行銷台中 這就是一個成功的行銷 小麥節還要再加油 接下來請謝志忠議員繼續發言 局長 認真說起來 台中間 我們本的台中間是農業大限 農業局當然責任重大 跟你請教一下兩三分鐘的時間 我們的國際發博現在的執行情況怎麼樣 保援 目前的進度就到 我們把基本規劃 委外廠商進行規劃中 然後現在在預定5月8號 提出他規劃的第一次報告 5月8號 那場子什麼地方到底在哪裡 場子現在就是 從原來的厚禮 的馬場跟金營 增加了外埔 還有葫蘇珠公園 這樣 基本上 這個發博 它是一個 國際發博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國際發博 辦完之後 可以讓全台灣 台北、台南 甚至有國際都可以來給我們看 這個其實某種程度就是行銷台中 也推展觀光 這是好事 所以你的場子增加了外埔 增加了豐原 其實都要給你鼓勵 那我現在在這裡要再跟你建立一個地方 我要給你建議一個地方 921大地震 九月大地震 基本上三層東四那邊的發展就有點受限 那一直到現在大家都有一些邊緣化的一些看法 那紀錄大地震 本來原本就是台北的一個河濱公園 那921大地震的時候那個地方就當成譬如說 那個 紀錄大地震 因為地震 所以過星期 那些屍體就先放在那邊 所以 那個河濱公園原本是大家常常去的地方 但是現在 從九一到現在之後 不太有人再去了 落寞很久了 我在這裡的具體來建議 你們是不是可以再來考慮 把那個地方納入 那裡台家的那邊 那個地方夠大 那個應該沒有徵收土地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一個災區災後的重建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具有指標的意義 局長 2018的估計發佈 1加2 我看還是不夠 可不可以請你們慎重考慮 把東四河濱公園也納入 請局長回答 同意議員的看法 我會把議員意見 帶到推廣 推動委員會 去做報告 你帶到推廣去做報告 我沒意見 但是你覺得好好不好 感覺啦 你不一定要現在百分之百回答我啦 你覺得這樣子好不好啦 我覺得基本上對東四對三層來講 都是一個有指標意義的一個工作 我們盡力來推動啦好不好 局長 是你的意見跟市長一樣 所以我昨天有報告說 1加2加4 1加2就是會 我沒人市長說過喔 市長有這個循環嗎 是 是 好 謝謝 謝謝三位議員 那有質詢喔 接下來的時間 那一網議員 又質詢 15分鐘 請發言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副市長還有各個局處首長 一位同仁 我們現在 看我們這局處首長在印這議員的位置喔 都這樣 親諾啦 說什麼都說好 沒問題 要記得均無細言 你們現在所講的每一句 未來會 若沒有辦法兌現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了 所以有時候要 要深思熟慮 抹定而後動 要謹言盛行 不要這樣議員都說什麼都說 好好好 投他一口 很多東西真的是有問題 還是要講出來 不要這樣 當中要讓議員送 那就沒有意義了 財政局局長 本來要請教一下 本來就叫你的業務報告裡面 你有提到一個 蠻棒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去做 創造性財政思維 什麼叫創造性財政思維 預算的編列科目就固定了 就這樣 你要創造性 如何創造起 在法定科目 沒有當中 你如何去增加創造 本社注意給你看 認真給你看 你覺得 你覺得 從你的這個報告裡面 你特別提到 103年度 103年度 的整個稅入預算 我們算是執行率蠻高的 對吧 執行率是不是很高 100多% 對吧 沒錯吧 本社注意給你看 本社注意給你看 到104年2月底 你的稅入執行 執行率高不高 財政局這樣高不高 沒關係 沒時間啦 管都沒管 你要回答 我想 目前來講是還OK啦 執行率是OK啦 對不對 對 對 這要跟科技來說 科技來說 進度是OK嘛 在時間來說 做工程來說 進度算OK嘛 是不是 所以把這兩個連結起來 103年度 稅入預算 當然那時候 你怎麼不會坐位 不能怪你們 你怎麼知道 那一個時候 胡志強在任的時候 我們議員常常在盯他 K他 常常跟他講 可能有雙計啦 收入預算 本市最要看 裡面有一個科目 怕死人 這罰款收入 達到百分之125%啦 罰款收入 拜託 把人民當作提款機 所以從你裡面當中 從你104年度的稅度預算 你本市可以看出 你已經慢慢 布置胡志強的後塵 你怎麼知道你要給林佳龍 做一次就好了 你知道嗎 多少民眾跟本市陳情 不是一點在開單啦 讓警察開單 但這跟你是沒關係啦 但是你沒辦法 你預算 編列在那邊 罰款收入 他沒辦法 沒有錢找老百姓 當提款機嗎 哪有這種道理的 如果照你這樣看 你目前光 兩個月的質詢率 就11.37%啦 代表到年底的時候 本市會給大家看 到年底 也就明年的這個時刻 我們再來看你104年度的 整個稅度預算 跟103年度比起來 你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啦 你怎麼知道 胡志強的當時是無緣的 100圓圓 欸 晚上12點開單 1點在開單 你說要什麼 開單的理由是什麼 你知道嗎 很簡單 沒有停車空間 沒有停車空間 是民眾造成的嗎 哪一個民眾願意 隨便違規被開單 我們精華局局長 請坐 精華局局長 本市要請教一下 你特別提到啦 你特別提到 目前列拐為登記工廠 多少間 已經到了差不多兩千多 不是兩千多 兩千零八十七啦 不是到了兩千多 超過兩千 你這樣說 這才怕死人啦 兩千零八十七千 請問一下 哪一個民眾願意違法 沒有人要好大膽啦 哪一個人不敢這樣 請問一下 這者還款收入裡面 跟你們沒關係嗎 跟警察沒關係嗎 請問一下 以我們太平來講 太平是工業重鎮欸 更是農業重鎮欸 結果呢 我把工廠二零八七家裡面 我向你報告 裡面至少好幾百家都在太平 太平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結果工業地夠嗎 工業地不夠 你官逼民返 你讓民眾變成違章登記 讓他們沒有辦法合法 結果呢 你們再來加強取締 啊你奇怪咧 啊這樣取締才發錢 啊呀是黑米豆腐了啦 你有沒有想看看很多事情 前朝做不到的 你要針對這種事情跟它解套 讓民眾知道有感就從這邊開始 我們很清楚嘛 你太平來講 太平目前未來 你能夠提供的太平財源園區 才能夠讓多少廠商進駐 你根本你覺得夠用嗎 夠不夠用 不夠不夠 不夠啦 絕對不夠嘛 對不對 從你的長期裡面 本事還看不到啊 你給他畫一個大餅而已 短期是前朝的所做下來 中期也將近是前朝 長期看不出你未來的打算 局長 真的思維要這種的思維啦 對不對 所以不要 預算扁下去 找老百姓當提款機的 身為民眾的 欸要記得咧 我們都是公僕咧 我們想辦法幫民眾 來解套財政局局長 這一種創造性的思維 財政思維 你要想辦法去讓民眾 我不是在 你如果扁著罰款 你算不太簡單 如果這樣 我說財政局長 不用叫你做 叫我兒子來做 就太容易了 對不對 那不是這樣 本來用想法啦 你拜託 本來我來注意看 你看這點 你如果204年 超過203年 罰款收入 你如果將這個 將這個叫做 創造性的財政思維 本事 完全無法共同 對不對 無資料做 施政無法保 找八成 下錢你最好 絕對不允許這種發生的 好 那個計畫局局長 你請這個 財政局局長 本事要請教一下 我們台中市的負債 在六度裡面 目前來講算低 算低 為什麼我了解一下 你特別你有提到一個 公用土地 什麼叫公用土地 限制兩兆多 什麼公用土地 公用土地的價值 事實上 什麼叫公用土地 那價錢 沒意思 台中車頭一百 說你一塊到一百萬都一樣 對嘛 你什麼 你就沒意思 會副市長 台灣哪一個 台中都 你就知道沒意思 你什麼辦法 你如果碰議員 說我們台中市的財產 對 你請說的啊 你台中火車什麼 你自己怎麼賣掉 公用土地價很高 你能賣嗎 所以你在裡面 你呼籠嘛 你不是佩服議員 都沒在看 沒在看 所以你只要告訴我 公用土地 限制兩兆兩千兩百一十十十億 你們都要整齊 台中市廟 台陸就好了 那不是這樣 我們馬上進帳兩兆多 馬上可以變現 那可以變現嗎 那沒辦法變現 然後提那個 數字在那邊 我告訴 局長 提的數字要有意義的 要實際能夠去變現的啦 對不對 今天 用米皮我們財政缺口 你還可以去掛一塊土地 對不對 可能嗎 不可行嘛 這樣 是不是 說喔 局長 一定會學啦 局長 我跟你說啦 從頭到尾沒有人寫 你這邊寫這個 我自己注意看到 所以局長 本席在這邊向你建議啦 真的非常重要 好不好 你的 創造性思考 是很好的 但是喔 要實際一點啦 不要討好 討好議員 沒有意義啦 反正你們所講的每句話 都會當為 下次我們在質詢裡的什麼 陳唐正共 告訴你這裡看啦 好來 那個地方社務局局長 本來要請教一下 你裡面提到一個 視訊服務 不錯 阿為什麼太平就沒有 為何獨缺太平 有什麼 太平不夠別人嗎 欸 太平的土地 是全台中 是第二大 僅次於特別區的和平 太平的人口 是第四大 欸 欸 那偏偏在山上 尾流 把我們這裡去到那裡 要兩點鐘 為何獨缺太平 為何 這本期在上一屆裡面 我提到嘛 我們如何去 越便民越好 他們不會說啦 地方做民意代表 到地方社務局 我很少去修理到 因為以前的局長 很認真 很多東西他有創造性的思維 欸 財政局局長 其中的創造性的服務 創造性的思維 欸 他能夠把那種 很簡單的 地價稅 欸 黃巫社有沒有牽扯到 自用 自用跟那個 非自用 有分嗎 欸 他有創造性的思維 提早跟民眾 告知 建議 欸這很好啊 這本協議在底 議事堂上我也 當著首長的面 跟他稱讚 我們施政本來就創造性的思維 財政收入有辦法創造性的思維 我看客戶裡面 幫我編列 你給我編列一個 特別的預算出來嗎 所以啊 為何獨缺太平 有什麼 是 呃 主席 好 快點 緊講沒時間 目前我們在太平是 區公所是有的 那當然太平的轄區很大 我們未來會再繼續 所以你是 露了嗎 露血了嗎 所以你的這個視訊 裡面應該有包括太平 可是我看我沒有啊 是太平區公所 有嗎 有 這樣就露血 還是 調工科技 說這個 太平的議員有認真嗎 露血了 那有 那有本市在肯定 好請坐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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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發了一張公文給你 叫做 榮耀代噴技術人員訓練 有沒有這個公文 有 你覺得合理嗎 在座的各位局處 請坐 請坐 昏倒正靈 競正乃機 噴流 就要再帶噴 請問你 帶噴 訓練會用誰付 民眾付還是政府付 依照他現在的規定是民眾要付 對嗎 洗蟋子 當期間 他出事就在做農 洗蟋子就要幫你洗 你們定這個辦法 結果這個辦法是怎麼辦法你知道嗎 說 洗蟋子的毒死人 你知道嗎 只要自殺喝八 多幾年 通計數二兩百 喝 你不要交代他沒有喝農藥 沒有 洗蟋子洗到四千 沒有 絕對沒有 這個法令非常的不切實際 非常的不大實際 你知道一些農民說 我洗蟋子洗一四人 我要再花八千塊 給政府給我分年 我一定要在這裡洗蟋子 是不是 以後洗蟋子是不是 你沒有這個執照 不能洗 不就要 請問你,農民現在蠱蠱蠱 農產品 本事要跟他請教 你裡面有提到一個重點 本事要請教 你特別提到 產銷失衡的監控 現在台中 台灣欠水欠到這樣 請問 目前來說 未來的內置年徑 產量會增加還是減少 跟去年比起來會增加減少 保育委員應該會減少 減少當中,請問你一下 現在他真的沒洗我 真的農民反應,他說他不敢洗 因為一邊洗要洗五、六邊牛 你知道嗎?他現在沒洗了 沒洗,產量減少 請問,農民的收入減少 我們有沒有補助 這是天然災害 天然造成的 這不是民眾不要讓他下雨 你要幹,你要去年 人不照天理梯,不照嘎氣 現在人實在是 真的非常的壞 壞到踢就不准了 請問一下 針對現在農民的收入減少 你有沒有想到因應措施 現在就有要減散 對嗎 産量減少 針對你的需求 產消失衡 情侶 難想不好就幫他消化掉 現在減少了 你有沒有補助 有沒有 針對這有沒有 有了沒有 目前有沒有 保育委員 還要想,代表沒有吧 去年是因為 產量過剩 對,所以我們有 福島農民收購 我知道啦 去年 去年也不是你的事情啊 去年跟你 你跟以前蔡進強說 不對啦 我要是針對你現在 你不要坐農業局局長 因為 台湾的缺水缺到這樣 你都沒在看新聞 缺水缺到你早就要先前的想法跟抗法 缺水一定農產品缺少 農產品缺少 我們有沒有辦法針對農民 去做一些 該有的幫助 對嗎 這跟造工台來是幾乎一樣嘛 產量減少 今天是不是 屬於天然之海 有沒有辦法針對這種 針對農民去做補助 有沒有 有嗎 有嗎 保證收嗎 有 那 貴然 貴然在海的認定 還是中央來認定 我知道嘛 我知道嘛 我們台中市 泱泱的大台中市 別人都沒有 我們台中有啊 這不只泱啊 百日有感 讓民眾知道 林佳龍 聽哨這些農民 欸 民進都是 欸 湯這腳 起起家的 你們這些農民知道說 有在想他們啊 目前針對 事實發生的事情 來自吃地 嚴重的 沒有生產 以現在港湖太平來講 大家都沒有生產 所以針對這兩件事情 你看看 中央並得不合乎 目前地方需求的一個法令 欸這還是要農民的 哈 對人 對人針對目前來講 產量不夠 有沒有 到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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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的監言好 我們來 研究要跟議員報告 朝這個方向 好謝謝 謝謝來往議員質詢 再下來是劉士舟議員的質詢 請施文中 謝謝 謝謝 長次長 蘇武基礎館 一位同仁媒體 你先討論 中午 我想 在四年前 台中市 縣市合併之後 大台中 直轄市 我想是屬於 兩百四幾萬人口 而且擁有 港口 高鐵車站 還有機場的一個 國際大都市 我想整個都市的一個規劃 是應該要朝向 國際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來做這樣的規劃跟推動 我想胡志陽市長他的團隊 在這方面 不管是2018 國際發博 不管是台灣塔 或是水南集貿園區 國際繁榮性的整個所有的一個推動 都是希望能夠成國際接軌 不過 新的市府團隊 產生之後 發覺這樣的一個雄心壯志 好像已經交習了 取而代之人 既然是我們的局處首長 對過去的整個的一個市政推動 還有 你原來在後面幫你推動的這一些 助手 包括副局長 主密等等 你是也是新人 是 你也是新 都是新 我請一下 你要怎麼去推動這樣 你要知道說當初來講推這個2018國際法 我花了多少年的時間 議會也在各方面有都跟事務專頁 結果你現在要做這樣調整改變 我剛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發博國際法是幾年舉辦一次 幾年舉辦一次 每年都有 在世界各國輪流舉辦 發博國際法博國際法博 我請一下 國際法博是每年幾萬幾次 一年 每年都辦嗎 國際法博針對我們這個國際法博 沒有啦 我們台 只有上次台北在現在台中 請坐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 局長 2014年的時候 在哪裡辦你知道嗎 現在是2018 2018 2014 除了上次台北之外 2014才辦你知道嗎 台北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地方嘛 2014才辦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這個不知道 在大陸的青島市 我想 整個的一個未來台中市的一個 發博的一個來參訪的人 大陸的人 大陸的參訪的潛力是非常雄厚的 你對大陸這個區塊了解嗎 你會不會因為說現在因為新的市團隊 可能在某些的一個想法上不盡然相同 會在整個推動國際法法上 會有一些內心上的衝突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大陸也不會 大陸也有去過好幾次 好幾次 我希望說你要好好想 整個的發博的整個的 當初的設計的現在 雖然講是修改啦 其實完全變樣了 當初是多少公頃 80幾公頃 80左右 80 81 現在在多少 63 63 是 極了只要減少二十幾而已嗎 是 你知道嗎 厚里的減少多少公頃 40 40 40 那在厚里整個減少40公頃 你知道當初為什麼要選在厚里嗎 因為它是一個 發揮產業的集中 生產地 你應該知道所謂的55G而窮 今天的國際發佈不是只是說要 一個所謂的放煙火熱鬧而已啊 它還要帶動整個周遭的它的產業 甚至 地方的一個規劃 開發 來造就一個國際級的這樣的一個的 城市出來 結果你現在 減了40公頃之外 還加一個所謂19.47公頃的 胡魯敦公園 胡魯敦公園本來的公園本來就有了 你現在要怎麼做 把全部全部把毀掉 重新再做再再再再種嗎 對不對 你應該是要針對這個地區 我如果能夠說到它更好的這樣發展才對嘛 況且 國際發佈本身只是部分是展覽 其他它要做開發 能夠帶動地方整個的經濟各方面產業發展 結果你現在我看不出來 你們現在做了這個要跟台北一樣 那就看不出來用一個場館用 看不出來流來過人來就好 出了流來 留下來一些 傷腦筋的場館 大來什麼 觀光效益 所謂說有很多產值 那結果呢 所以萬一說你們這樣的規劃 當然現在是你們整個的思考 我只希望說一個永續 完了之後 這些設施 這些設備他能夠去帶動 整個地方的一個發展 這點我希望你們好好的 去輸購因為你們是新手 好不好 我真的有時候想說 國際發佈從當初 涉及到現在 歷經了新的市府 的一個改變 到底你們想辦法做不好做 長東人問而已 一問三不知 我不知道你是真的一問三不知 可是沒有關係 我希望說真的 要虛心的去學習 尤其 對於過去所努力的人 推動的人 雖然他們已經不在其位了 我希望 好好的去跟 請教一下 你有你的作法沒中 不過人們經過那麼多的 走來這麼多路 也有人家他們的 一個所謂的 結晶 這點我希望你們好好的 好不好 好 我們去請教 我想我不會有 所有說 你如果做不好 反正我笑笑點就 看人家說你做不好 然後懷疑我不會有這樣 我只希望說 這樣的一個國際的 一個是 台中是千萬不要一笑大方 做我告訴你 不大不請 我請教一下 我們2018時候 什麼時候要舉辦 這個國際發佈 日期知道嗎 11月3號 總共幾天 總共176 這樣你就是了解嘛 對不對 當然整個上推動不是說你能夠掌握的啦 可是我希望 你的方向既然是這樣子 我們也期許 可是我希望這個活動能不能說來講非常圓滿成功 我想後續的這樣的一個對於潛在的來參觀的或能夠有這樣消費能力的這樣的一個對象 尤其是中國大陸 尤其是中國大陸 畫一把你們要多用心思 雖然現在的政府團隊是跟 對岸來講話是不盡然那麼融洽 可是在整個都市的一個角色 在整個都市發展 我希望這個心態 不是只有你 包括副市長 好不好 以台中市的發展為重要 至於所謂的政治 我希望能夠減少 我希望能夠減少 好不好 再說來 今天的報紙 沸沸揚揚 中科擴廠 將近 五十二公頃 十萬科的樹 可能就會被消滅掉 我想這個事情我請教一下局長 到底是否屬實 而且 我在我們的工作報料看到 金發局 你先請坐下 金發局 李局長 你在工作報告說 積極參與台積電中科研區擴廠計畫 積極出席 今年一月二十一號 及二月六號環評大會 表達一貫之的一個立場 排除障礙 從獲得台積電 才願意留在這裡 我講一下 排除什麼障礙 是不是這些互數團體 對你們這樣的一個的要求 然後你們壓迫我們的農業局 以台中 以這個經濟為優先 生態來做陪葬 既然說有條件的通過環評 然後請台電來雲諾 收購稻草 然後清洗街道 然後生態保育調查 就這樣子而已 你的有條件通過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當然不止 不止 為什麼就寫這樣子而已 那這些數呢 這數不該死 蛤 柯P可以為了說巨檔可以 可以但不要 他要保留這些 這些股這些數 台中市既然為了所謂的經濟的發展 你要犧牲這十萬多個數 穩定 你這麼多 黃柯P你搞 develops 我現在下延長 一個計程 百幾百百百一百多萬顆 保養十幾萬,"ョグ 不知道,那資料是不實的啦 八是多少 如果依据覽評農 它幾公寢 等一下講幾公寢 胱徑超過10公分的僑木 只有七千多顆 就是在它的開發範圍裡面 那是 Suppency 這些互助團體他們在撒謊 應該說資訊的 你確定是多少 確定的話 你有沒有聲明 難道這個報紙他們亂寫 他們欺騙報紙嗎 明明是這樣寫啊 你有沒有看今天的報紙 有 這個所謂樹木 可能大家有時候 觀點跟定義也會有不太一樣 我會講 現在不管樹是多大的樹勁 多久 一棵樹就是一個生命 跟人一樣嘛 你60歲也是人啊 3歲也是人啊 難道來講要保留老人 然後砍掉小孩沒有關係嗎 是這樣的觀點啊 這種想法嗎 我請教到底他所提的 砍除 砍除將近10萬棵的樹木 到底是否屬實 十幾萬棵 大小人都算好了 你不要說七千棵只有七千棵 只有七千棵是老樹 其他都不是樹 你是這樣的想法嗎 沒有我只是說 根據他那個 環品的報告書 所列的條件跟議員報告 環品 環品能講多少樹 就他 開發範圍裡面所調查的 多少 胸鏡超過十公分的只有 不要胸鏡 所有樹 你不要去胸鏡嘛 哪個胸鏡 到底有沒有十幾萬棵的樹 是不是屬實啊 是就在這裡面 這個樹里裡面啊 這 五十幾公頃裡面的樹裡面 到底是不是就在裡面啊 你還提到 提到說 要求企業做好戶數 八年內補中一百萬 先把這些砍死之後再補中 這就是你的戶數政策嗎 對不對 包括不是 是 環民委員會給他的條件啊 不是我們 那是你容許 可再寫容許講吧 不是不是 是 奇怪啦 其中現在到底是 到底是怎樣 我想希望說局長 對於這一次你身為一個 戶數的 我們也定了知識條例 是 是否說你應該要為這些樹 既然人家已經 這個戶數團已經出來 做這樣的一個指控 甚至他們對市長 已經產生很大的質疑 懷疑他是否說有了 所謂的這企業的股票 甚至過河拆橋 這些人都很傷心啊 當初支持他現在這樣 既然我們的 市府團隊是做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辦法能夠 在 因為他明天就要來 做這樣的抗議的活動 你起誤提出 相當什麼樣的一個對策 來誠意的來面對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副案 副寶 有 什麼副案你想 我們 這個 農業局 跟相關局數 會 誠心的來跟 這些 護士團隊來做 正面的溝通 互相交換意見 你不要跟市長講 我們要學科P 為了護術 我們可以環評 毀掉 沒有關係 所以 動數看什麼 就可以毀掉啊 環評不過啊 謝謝 謝謝 謝謝劉士舟議員 質詢 等一下 蘇柏欣議員 楊正宗議員 羅詠正議員 張廟乃倫議員 然後聯合質詢 六十分鐘 陳正天議員 共用 我們五個六十分鐘 質詢 請開始 謝謝 我們所有的 師傅團隊 我們的議員同仁 媒體 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針對 我們的合議住宅 本期在這裡想請問我們 激發局長 在胡市長內內啊 有在推動 機密機械園區 有興建一個兩百戶的 合宜住宅 同時 百分之十啊 它規劃成 紙租不賣 價錢 也在一坪十二萬 當然我想請問你一下 目前 的進度到哪裡 我想這個各位議員都非常的關心 那上一次我想局裡面也做了一些說明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按照圓的這個時程 在今年底能夠 完成 然後明年的話來做 這個配發的一個動作 年底有辦法完成嗎 盡量 我們會做好監督 目前的進度 就是年底年問題 現在下次開花了 這個是全部 在 勞工這部分 很重視這一塊 我有很多 的市民一直來 問我 這部分 是不是可以再多做 一些這方面的福利 當然我在一直想 這塊是在胡市長任內做的 當然我們現在市府團隊有這個延續性 我覺得很好 可是 一定要馬上完成 如果 可以很成功的做成的話 希望未來 還要再繼續推動 而且 價錢 一定 要在12萬以下 因為 在之前 我們的房地產 比較好 所以說 那地價也比較貴 現在比較 市場比較沒有那麼的活弱 當然未來的規劃 一定要在12萬以下 才符合我們勞工 才有辦法去 買這個 這個價錢 但我們大理 目前 的回駐在 進度怎麼樣 順便報告一下 大理的部分 我這邊比較沒有掌握 要請委員給我們指教一下 在人化路這一塊 目前 不是你這一局辦的嗎 一眼 人化工業區 是屬於民間新辦的 民間工業新辦的一個工序 這也是你的任務啊 工業區不是我們進發局管理的嗎 我們有一些輔導的一些作為 這是你下屬單位 為什麼你 有沒有來到現場 我們工業科長在現場 這你不瞭解 這個針對這部分 好你請坐 在這個 關於這方面 我們的勞工住宅 所有的採用室 我一直強調 胡市長內內 有規劃很多 像這方面不錯的政策 這個一定要去拿出來檢討 甚至於 要儘速去完成 不要說現在換了市長 換了一個團隊 所有之前有做的事 就馬上 就停下來 所以說我一直很期盼 這個總統的建設一定不能 像現在林家榮市長他的想法一樣 拿來先停 停下來再來檢討 甚至有的名稱都已經 好了 改個名字 改個名字 就說 我現在林家榮 我做的 這個誰做的不重要 這個一定 要延續性 再來 這部分麻煩局長回去追蹤一下 再來我想請問 我們的農業局長 請問 局長 想請教你喔 我們發博 目前的進步 到哪裡 導演 目前的進度 就是到我們 基本規劃的委外廠商 他在5月8號 要做第一次的規劃 在目前的區域 已經定案了嗎 目前 比較確定的就是 厚里的金雲營 還有馬場 那外加的外埔 跟 蜂園的葫蘆公園 其他的都還沒有 定案 就是所謂的1加2加10 現在 我一直覺得 當然 這個發博這一次 我們台湧市 在這一次也是一個盛市 當然要好好的 那搞炸是很正確 可是 你不能 區域性的平衡 沒有去顧及到 因為 你都偏重於在 厚里 外埔 蜂園這一區塊 層區那裡人口 那麼的多 而且 像我們 在大理那邊 交通又那麼的好 區域 也那麼的很多地方 可以去做規劃 在 我們 燈火的時候 本來也是規劃在屋日 我們 林市長他就能 變通去規劃到 這個蜂園 也另外一個燈區 所以 我本期一直 跟你建議 一定要在一個區域 國化在屯區 在大理 疏散所有 在這一次 人潮 的問題 因為 在發泊 那時候的一些檢討 你應該要引以為見 當初一些交通的部分 各方面的一些流程 SOP都做到沒有 所以說 致死這一次的發泊 沒有做得很完善 當然 在這一次我們又有機會 來辦這個大型的活動 如果能把區域 而且是 主區 分一座 來的分估 人員 跟它分散的話 我覺得 在交通 各方面 這個問題 應該會去解決 也讓 我們的市民 人 在 困區那邊的人 可以不用直接 過來到 那麼遠的地方 來看 這個區域的平衡 一定要 好好的思考一下 有沒有問題 保安 三海豚 每一區 至少有一個 是我們 一樣的規劃方向 有啦 豚區 就是台立 台立 還是太平 我們在 台立 有你的太平 太平也是不錯 可是太平的交通不好 是 有 立委來幫你政府 要去太平 對不對 我跟你說 看目前 這個 哪裡是最好的 不是說 喔 那個民進黨的立委 他希望去那裡 說 我們的林佳龍市場 我們都會和他 喔 這是不行的 因為 在 地方上 以太平不是 跟大理來講 這個要去評估就是 效益跟交通的問題 喔 這部分 你一定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喔 再來 喔 請坐 我想請教 欸 針對這次 投資 我們台灣 港務 國際 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 喔 2500萬 啊 這個 麻煩我們局長 起來報告一下 好 謝謝 蘇晏兒指教 那麼 我們這一次 台灣有七個港 台北 雞郎 台東 台南 高雄 這邊五個港 那邊法連 和三五 有七個縣市 那麼 原來台灣港務公司 就 管這 五個七個港 那麼 那在這三年裡面 他們的盈餘 有五十四億 拿出來 分配 18% 給這幾個縣市政府 我們分到的是 七一二 第一年 分到兩一二 第二年 分到兩一六 七年 分到兩一四千多 那麼 他這一次投資主公司 主要 台中市 我們是希望說 透過了 這個主公司 然後幫助 台中地區的產業 市長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 政府 投資 民營事業 這個 有什麼標準 那 我要知道 是這一點 我想 對於投資 我們是一種參與 那麼 因為在地 我們參與以後 我們希望 說 取得 還有取得 這個 我們在裡面的影響力 因為 台中港務公司 我們參與以後 台中市政府在行政界 方面 有 都市計畫 有觀光 有這個交通 再來會 警長 在這個事情 其實 從頭到尾 你都不了解 這個不是投資 多少錢的問題 是一個公部門 跟一個企業 當然 這個 投資 的 為什麼 我們其實可以投資 這間公司 很多 一些企業 也一直跟我們反映說 如果我們想要我們市政府來投資 有什麼標準 我想 第一個是 公共利益 第二個是 協助我們在地的產業 那麼 再來就是 港務局 港務局 在那裡做這個企業 也不是只有這間公司 比這間還久的也有 啊 說實在的 你再怎麼去想 怎麼要去掰 在這個我覺得就是先入為主 已經要投資了 你就算這一條 在這一次的 這個 定期會 要有議會背書 當然 你覺得 在你的觀點 未來 我們在這個投資企業公司 我們會有什麼 利益 可言 我想 我們想利益 對我們的市府 的利益 在投資的本業比 我們評估它這三年的盈利 它是把它原來 台灣港務公司的 這個 業務 轉移 讓主公司 來 這個經營 兩千五百萬 一點點 我們到處都是去投資 市民企業它要我們是我們官部門的人脈 所以這個很容易會讓外界瞎想 是不是會有圖利 財款 的問題 當然 在小組會議的時候 我一直講 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需要去釐清 跟我們的林市長的關係 我們的副市長的關係 這個 一定要去做到利益回避 不能說因為他選舉的時候 對我們的市長選舉有幫助 有政治獻金 所以 在選人的時候 馬上做個還一個人情 我覺得這種舉動 未來 一定會影響到我們市民的權力很大 所以說 請你回去三思 好好研究 考慮 不要投資 可以嗎 我想 這個案子 一再 我們 財經委員會已經做福袋結議 我們會尊重議會 然後把這個另外投資計畫書送到大會來 謝謝 再來時間 你自己先說 大會主席 大會主席 我們財委會的各局處 局長 一位同仁 後面的媒體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我今天來了差不多有一個小時多 我看到今天主港 好像是我們農業局的王局長 還有我們精華局的局長 你們兩個今天做主港很辛苦 首先我要問我們的農業局的王局長 農地違規使用蓋工廠 我們的林市長 他是如何指示 你請說明 簡單說明 簡單的說明就是 104年1月1號之後 如果還要發現 新的 違反農地農用的這些設施 我們會積極來採除 我們市長是不是103年12月25號就職嗎 是 對 局長你請坐 我記得在我們坦亞神這邊 在我們的林市長 就一直到現在 坦亞神這邊 聽了很多家 甚至都聽到 集齊我們林市長的 這些小型工廠 大家都很小 因為我是住在我們神岡這邊 因為我們風舟二期 在三四年前 我們就已經有規劃 規劃到現在 都一直還沒進度 我看了 我一個 一個報告書 他有寫 104年的2月10號 農委會 農委會出審意見 跟議員報告 因為風舟二期的 某一些部分 某一些部分 送了 有沒有補了 送了嗎 有 你們補了些什麼 補的內容就是說 因為風舟二期的 因為他開發的那個面積裡面 有部分跟 這個農委會 所 所合併的一個 叫做 施地區與花卉區 它是一個西州地區 行共西州地區的一個 農生再生計畫 它有重疊 那我們現在是協調好了 這沒有嗎 沒有重疊嗎 現在有處理過了 所以已經 應該是沒問題 送回去 那我們這邊寫到要106年 106年市長 市長 市長 已經要入院了 那到那個時候 我們現在 在我們 這個 壇雅神區 要等這個 公約區 大家 都沒想要 都沒想要 沒想要 違法嘛 大家都想要做合法的 但是我們政府就沒有這個 土地給我們做 你只有一個 工約區 我看了今天的報紙 台中市 台中市 這個大杜山 台中園區 那裡有一個 完品 它是比我們風舟二期 比較慢的 我們已經好幾年了 為什麼他們的已經可以 五月份可以動工 我們風舟二期 就一直擺在那邊 都不動 是不是我們的市長 只靠這個財團 都在做風舟的二期 是不是有這樣交代嗎 有沒有 發言人 這個兩個 因為工約區 開發基本上 是每個個案 都有它不同的難度 那像風舟二期 這部分 為什麼進度 會比較 需要多一點時間 主要我想 大家都清楚 那邊很多的危險坑洞 那時候 這個 國產署 等等的土地 給我們之後 我們去現場 看的時候 才知道說 那邊很多的危險坑洞 裡面還有龐大的垃圾 需要做清運 那我這邊 我們也長期在跟 河川局這邊 要了一些土方 來回田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 都能做了一些 為什麼他還 那個完璧要送到二階 台中市的 這個大多三的 就不用送二階 一樣是一個 我們台中市民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現在很多 我們的廠商 這兩天 都經常都寫很多 給我 要我要交給市長 說 要我轉替 所以我們這支持 林市長的人這麼多 為什麼 在我們行共 攤住 大夜 都一直聽 聽很多 如果今天是拆到我的 我明天又檢舉他的 又一直一直拆 要拆到什麼時候 要怎麼對廠商一個交代 因為工業區 在我們第一屆 第一屆的時候已經規劃好了 到現在還是原地不動 那廠商 就一直一直在卡電話說 我們的 雷張榮聽到沒了 工業區就一直沒有 一直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看那個報告書要106年 106年還沒有好 才可以買土地 才可以買土地 所以我是 我本席在這邊建議 我們的局長 針對 風舟二期 進度 可不可以再加快 你說明 簡單說明一下 金發局的立場當然是希望 越快越好 那現在目前 其實還需要一些跨局處的協調 包括說我們 挖掘出來的 這些的 事業廢棄物垃圾 必須 不然就是在 市裡面能夠處理 不然就是要運到外界去處理 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進度可以 超支在我的部分 我們趕快來進行 趕快喔 好你請坐謝謝 你一定要趕快 不然我們的廠商 對我們林佳龍市長 一定都很不信任 好不好 你請坐 還有我一點時間 我來問我們 農業局的局長 局長 你請坐 因為我看到前天 南部好像又有看到一個情流感 好像在台南方面 有看了一下 但是 我是說 在我們對於農業局 這次我們的 情流感的 這個 後續的疫情 我們如何 如何 來做一個 核種的措施 以免疫情 捲土重來 你有做好好的幾位 有沒有繼續再追蹤這個案件 有沒有 局長你再簡單講一下 因為我們那邊很多刺 刺雞刺 刺後的 你簡單講一下 是 導演 我們都有 持續積極在監控當中 尤其我們請我們 各區公所所屬的 受醫 來隨時來監控管控 請各個 這個 群序 募長 依照我們的相關規範 來 進行安全的管控 對好 你請坐 謝謝 這本要做好 謝謝 有陳 陳陳天 好 謝謝 一位的各位 副市長 還有各局處處長 各位媒體 女士先生 各位我們議會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要請教 我們進化局局長 局長 我想請教一下 肉品市場 還有魚市場 還有果菜市場 是不是你監督單位 還是管理單位 金發局是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對不對 那整個董事長 跟總經理的任命 是由誰提名 提名的部分 基本上 金發局 就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提名 我們就是 大簽上去 請市長來 是你局長簽到市長核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簽給市長說 這三個市場 董監可能要重新派任 派任 對 那這樣子我想請教你 三個 我們的三大市場 那個 他的比例原則 我們 我們的 那個 果菜市場 是 民間跟我們的市府 是比例多少 股份 市府並沒有過半 沒有過半嘛 49嘛對不對 那肉品是62嘛對不對 肉品的部分 據我所知也是沒有過半 沒有過半 那還有 還有我們的 魚市場呢 你的標誌都是民間的 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魚市場也是一樣 三大市場都是 49% 49% 是 是 這樣任命權都在市府 也很奇怪 好 沒關係 反正 我所有了解 大家都認為這是酬庸的性質 董事長跟我們的總經理都酬庸的性質 不過我要跟局長有一個認識 在果菜市場 整個 在台中地區農會 因為我本身也是農會代表 我們地區農會 減百分之五十元 對不對 我們市府49 那如果說 我們照以前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 慣例 大家可以說一個默契 當市長 由我們市府來派任 那總經理 總經理 是由我們地區農會來推薦 來推薦 所以說 你說 你覺得 這個部分的默契 你了解嗎 我了解 你了解 過去的默契的確是如此 那這次就沒有什麼默契了 我們 執政以後 林家龍市長執政以後 你看看 人地區農會 所有推薦的總經理 你也要換掉 你們 某位的 機要職的顧問 常常來農會 找總幹事 他說 不要 這 政黨輪替 我看 讓人更好賺 我不知道什麼 叫好賺賺 沒有賺賺 管理人 總經理是管理整個營運 而且他的成績 他的業績又做那麼好 你們時間一定要換掉 你有什麼看法 我想 是你要換還是 那個 政府要換的 呃 我剛剛也已經跟議員報告過了 我們簽上去只是說 何派 董監事需要重新考慮 那至於總經理的人選 我們是沒有 建議權 還沒有 你還說沒有 我請自己 果菜市場 有代理董事長嗎 之前 是什麼人 是 董事長你 對吧 有沒有 對 對 市長是你 在4月的時候 是 4月的時候 局長你 之前是 是啊 所以說你們都沒有 法令都沒有去看 欸 公務人員服務法 第13條 45條 你公務人員 得依法兼公營事業 機關或公司代表 關股子董事 和監察人 欸 當事長是沒有 沒有就減的 結果你們都大家減減下去 要減什麼 你也要做法令的意義 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怎麼無事你無事 好 政黨輪替 你都說 可以 給你一條邊 靠狀態 可是你要 相關法令 你要去瞭解一下吧 不要做得這麼粗糙啦 不要這樣啦 我跟你說 董事長 你也知道 董事長現在 營運是多好呢 你怎麼換掉 是什麼意思啊 而且又沒有尊重 整個台中地區農會 沒有推薦 那是大家尊重的 尊重的東西 不然你五十一趟 說我賺美國 一趟人家當事會 就要給民間去排 那時候就取負牌 我想齁 以前的落歸 以前的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規定 我想齁 既然說是民營化 就是要民營化 民間來派任 董事會 哪有可能 經常給齊務來派 這也不合理啊 可是在整個 這個法令 或是大家都 一個習慣性以下 大家都這樣做 不過我相信 就對了 我們也希望說 有人才的人 有管理經驗的人 而且 他的業績 又很好的人 這塊應該要老了嘛 何必就用政黨輪替來做說 又說說鐵呢 林輸的東西齁 我們是沒有政黨觀念 我們一定要什麼 是他的 事才是用 我們都可以說這句話 林市長 或是各局處 所長 大家都可以說這句話 事才是用 結果到位 到位 都沒有 講話齁 我覺得是這樣 應該要有一個什麼 一頭到尾 要有一致性 沒有破綻百出 我要說 要拜一個團隊 愈有人民 愈有社團 愈有機關 愈有無信心 再來 請你請一下 你請一下 還有我們 理事長 不用市長 我要了解 好 你要聘請我們總經理 董經事 來通過 來同意 不過你所有的一些條件 應該必備 結果 你們的總經理 你看看 這一個在職證明 八十七年到九十年 在某一個公司 來就職兩年以上 結果查出來 都沒有兩年 都沒有一年 結果你這個證明我就開出來 結果你們照單全收 就形成一個偽造文書 有沒有 有沒有偽造文書 我知道你們後來說 它是物質 又補一 又補一 一件進來 這種做法 對 為他做文書一頭情 還補一些資料回來 這樣也不對 因為我們是本於職責要當事人提出 合理的證明 可是 你派任職後 你再買 叫補 在程序上 噴了就不服了 不要做那麼粗糙 我覺得實在 我覺得 你派什麼人 我看有能力 我們大家都OK 可是你在法定程序上 你總是要符合法定 對吧 我由這兩件事 你說管理整個一個三大市場 在人事上 就變成這樣 就讓我們社會真的質疑非常多 而且不尊重整個民間團體 他們占多數股份的 你看看 好了 主宰的時候 罵聘嘛 批市場嘛 黨署長 總監禮 都齊夫來派任 大家也沒意見 只要管理好 就讓齊夫也算說 齊夫也算說 讓齊夫 做管理人 還是做董監事 大家信任人的齊夫 可是你最起碼的一個推薦權 你不要一直人 八萬公一定要換人 我清新人在那裡 我在地區攏位也是代表基因 我也是股東基因 我都不相信 今天你所拍的人 跟我比頂點的人 比較好 互相尊重 是一個基礎 沒有互相尊重 你怎麼派什麼人來都一樣 所以說齁 旅長 你剛才來這裡 我相信 你在整個市府的人士 我看你站不上邊 你也沒有管理 我說 這些人推薦也不是你推薦的 我相信 是這樣 因為幕後有一隻黑手 叫做喬林書 喬林書 喬林書 這是我們不希望在公布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結果到現在我們看到了 所以說我也是很遺憾 我也是對齁 我對林書長 自十幾年前 熟悉到現在 我覺得他是要做過 也要他睡醒一下 結果 這幾個回來 坊間 還有很多社團 很多機關 讓我所了解 我平常說 不可以用政黨的觀念 不要用那個 你是全民的政府 是台中市民全民的政府 不是你民進黨的政府 你要有些思維吧 我說啦 民進黨 我說幕後的黑手 你在當局長 你如果沒有這個權利的話 你做局長要創啥 真窩囊 真的很窩囊的局長 我理想看都沒有 我幕後的一隻黑手 都在操縱而已 這個黑手還有我剛才那邊 常常用電位 來供服 常常用電位 還是本人 一直在 努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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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有人嗎 聽到聽到 台語會通 所以我覺得 你應該要思考 我今天 希望 新的事務團隊 所以 你用人為財 不要說 用實際的 我也請副市長 你去了解一下 正常 你做法如何 他態度如何 他有分散嗎 你要管理好市場而已 所以說 我是希望 在這點 尤其 我今天特別跟你講 而且我接用 我們的議員同仁的時間 讓你了解 三大市場 不是這樣子 一直在操控下去 要真正有力量 來經營的人 你怎麼看都要做 政府市場 他也做生理 他也開公司 這個有力量 沒有力量 大家要看那些東西 不是說 經常用作用 以前 國民黨的時代 用作用不好 我也認為不好 民進黨的時代 你繼續這樣做 你不是一樣的意思 跟國民黨不是一樣 那還不是一樣嗎 而且這個黑手 又不是你局長 是後面的黑手 從聽到 我說不會聽到 而且吃相難看 自我感覺良好 我希望 教長 你應該收口 在臉書方面 你要有價值 而且你本身 你負責的單位 你自己都要負責 你要負責 好嗎 好 好 謝謝主席 林市長的指示 像個屁 王局長 您剛才說 農業區 違章工廠 林市長指示 104年 1月1號 以後新建的 誰報誰猜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是 你說的 那請問 市政府 104年以前的 你們在譚雅城 猜了多少 猜了多少 那這不是林市長指示 像個屁嗎 東風 快速道路 封州工業區 二起 都要進入二次環評 我們中科擴廠啊 中科擴廠 砍了幾萬棵樹 既然什麼 不必 我們 二次環評 一次就過關 4月18號 我們張忠摩 在跟我們林佳龍 跳tango 這一個 有不有 往大財團在傾斜啊 大財團在傾斜啊 副市長 副市長 我在103年的時候啊 我職詢 業務職詢 我就提了一個資料 中科 世界都有 辦公室 一套 中科 帶給台中市 稅收 佔這個總預算 只有0.13% 0.13% 從101年度來看 中科元區的營業額 3233億 台中市分配多少 0 101年度 中科的營業稅 2500萬 台中市才分到多少 97萬 101年 營業事業所得稅 55億 1094萬 台中市分多少 台中市分到5368萬 我們102年 地價稅 中科 3320萬 我們 台中市分到3320萬 加一加啊 加一加 中科 57億 1367萬 台中市 才分了多少 台中市才分到2億3千 238萬 2億3千 238萬 中科 對台中帶來了什麼 啊 當初說就業要4萬人 現在 有不有4萬人 有不有4萬人 副局長 副市長 你可以去看看啊 張副市長 你曾經說 台中市欠缺工業區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啊 為什麼欠缺工業區 啊 為什麼政府不開發 為什麼 廠商設廠困難重重 副市長 你知道嗎 旅行長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局長我問你一下 台中市工業區用地有多少 台中市整個大台中工業區用地有多少 兩千七百多公頃 兩千七百 開發的多少 開發的 大概不到一千吧 為什麼不開發 為什麼不開發 大家嘴巴都會講啊 大家的嘴巴都會講 講的都是空話 我們農委會 農委會在一百零三年七月四號 修改了規定 工業區的廠商開發 整地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的 要設置紅池 要繳交三坡地開發利用回饋基金 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哈 知道哈 副市長 你從工業區廠商來 你自己也是從事這一個工業區的業主 如果說我們在工業區開發的時候 你在自己的這一個設廠基地內 設置紅池 設置紅池 你認為可行不可行 在自己設廠的基地裡面 還要設一個置紅池 你認為可行不可行 主席我回答 主席我回答 主市長 你自己是業者 你也是從工業區廠商來 你認為在你的廠裡面設一個置紅池可行不可行 我當理事長的時候就一直在跟市政府跟水利局 水利局在通 講說不應該啊 可是我努力了很久 我現在還是在替他們努力 那我再問你 超過七百五十平方公尺的設廠土地要交六百五十萬以上的回饋基金 你認為合不合理 我跟議員一樣 都認為不合理 不合理 極端的不合理 你今天有權 哪有權 你今天有權 你今天在市政府有權 沒有啦 副市長你也是沒牙齒的老虎 不是啦 副市長你也是沒牙齒的老虎 你是盡管這些業務的 那 議員你沒有 不了解 真的沒有辦法 那 來來來來 呂局長 呂局長 你有沒有啊 你現在是經濟局局長 你現在是經濟局局長 大議員齁 這個是屬於中央的法令 我們 你們就要去幫忙廠商嘛 有啦 有在幫忙 我們要幫忙廠商嘛 協助廠商解決這個問題嘛 有啦 我們有這個心情 有 你問問問的人看張光雄有沒有很認真 保證你跟他 大家跟你講很認真啦 認真的多久 認真的多久 認真沒有用啊 你還要解決問題才有用啊 但是我已經協調多少人 幫忙這件事情 局長 副市長 我想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中建工業區 對 你今天做到這個位置來 你今天做到這個位置來 你就應該幫這些廠商解決問題嘛 我就是在做啊 要幫廠商解決問題 對啦 沒問題 我再起個例子 我再起個例子 是 你們現在說 這是中央的 你沒有辦法 我現在舉一個 台中市可以解決的 好 你知不知道 中青路有一個宜種工業區 要不要 知不知道 交流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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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 副市長 局長知不知道 知道 26.77公頃 交流到附近 這一個宜種工業區啊 民國六十幾年就劃定了 那麼現行的 都市計劃 細部計劃裡面 規定了 規定了 基準容積 基準容積 140 上限容積 210 140要增加到210的容積 要交70%的 70%的這個什麼 回饋金 另外 另外 廠商還要交 30%的回饋金 一隻牛 剝兩層皮 一隻牛 剝兩層皮 這是台中市的 這是台中市的細部計劃 副市長 有 李局長 你有沒有權 有沒有權 八議員這個有 要不要解決 八議員要 要解決 什麼時候 我們可能要跟都發局 一起來延商 怎麼樣來重新調整 這個 回饋金的 這個是屬於本府的權責 本府的權責 你們現在推不掉了 我給你一個行程表 我也在這個地方建議副市長 三點 第一點 修改西部計劃 140提高到220 提高到220 第二個 降低回饋金 降低回饋金 30%降到15% 第三點 市政府主動 在一種工業區 先行開闢道路 不要讓這個工業區 自生自滅嘛 你們現在都是讓工業區在那邊自生自滅啊 未來 你們要再要去開闢的時候 又是困難重重 張副市長 呂機長 台中市政府的關愛眼神啊 不要指在大企業 大財團 高科技 機密基建園區 一起二起 我們豐州工業區 一起二起 未來我們台中市啊 太平潭子的工業區 都會陸陸陸續續啊 這個開發完成 我想這個加起來的面積啊 加起來的面積 絕對比中科還要大 絕對比中科還要大 本系在這邊建議 局長 副市長 本系在這邊建議 中科 它有一個管理局 專門在幫忙 我們的這一些中科的廠商 啊回過頭來我們看看 我們台中市政府 只會生小孩不會養小孩 工業區開發完了 機密機械園區開發完了 豐州一起開發完了 設一個服務中心 四個人 四個人 這四個人在做什麼都不知道啊 副市長 你做過廠協會的 這一個頭頭 我們希望 我們這幾個工業區 開發完成 現在我們就要什麼 把這個管理中心的這個任務啊 提升嘛 我們工業工業客 工業客有三十四個人 正式人員十七個 約聘僱人員十七個 我們為什麼 不好好把它成立一個 成立一個比較大的局 大的處 來服務 來服務我們的工業區的廠商 來協助我們的廠商什麼 升級嘛 副市長 本席講的 有不有道理 有不有道理 有不有建設 有 李局長 講出我心裡面的話 講出你心裡面的話 既然都有道理 什麼時候做 什麼時候做 台中市政府可以辦的 什麼時候做 這個 局內處或局外處設立的問題 要等我們台中市人口 增加到275萬的時候 我想市長會來做一個通盤的考量 那我們本局當然也會爭取相關 因為我們在五都裡面齁 我們算是唯一沒有局內處的單位 台北市有商業處有 有很多市場處 我也聽懂啦 反正就是人不夠啊 錢不夠啊 對不對 要等錢等人 你還要等飯吃 請坐 財政局 財政局 財政局在工作報告的 第三頁裡面 103年 稅入決算數 稅入決算 保留數 76億 6472萬 科稅收入 應收保留數 24億 8100多萬 我要請教我們地方稅務局 76億 24億 可以收回多少 欸 局長 是要 是要 你回答還是我們地方稅務局啊 是要局長回答 還是要科長回答 這不是政策性問題吧 誰要回答 能夠收回收多少 能夠收回收多少 啊 地方稅務局 幾億 啊 你們這個應收保留數 對不對 那個 我不是 你不知道 那好 76億你不知道 科稅收入 應收保留數 24億 你總該知道吧 啊 不知道 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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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知的林市府團隊 無知的林市府團隊 請坐吧 都不知道 在你們這一個 在你們這一個裡面 都已經講了第三頁啊 都已經講了第三頁 保留數啊 是那個是 你們寫的工作報告 你們都不看的 你們寫的工作報告 都不看的 那不是我們寫的 那是財政局寫的 但是收 是誰收 科稅 應收科稅收入 24億 誰收 是誰在執行 財政局局長 林局長 76億可以收多少 主席 謝謝 人員指教 那麼我來報告一下 76億 是我們923億裡面 保留的部分 玻璃圍 才8% 不夠錢 不夠錢 那麼裡面 稅庫 20歲 什麼時候可以收回的嗎 保留 統籌分別稅已經入庫了 統籌分別稅入庫多少 所以 所以這個 其他的稅的部分 那個是在 你給我一個數字就好 有稅務局 你給我一個數字就好 我想 欠稅這個 好啦 689億 減24億 好啦 只有百二十三 只有百二十三 沒有把握收多少啦 請坐啦 我們可以把握收到了 應該有八成啦 喔 八成 OK 我拭目以待 聽其言 關其行 坐 地方稅務局 是 你在十六頁 十六頁 倒數第六行 到十一行 白紙黑字啊 各項 稅收年增率 多成副成長 多成副成長 有沒有這句話 有沒有這句話 有前幾個月 前幾個月是 有這樣的情形 對 所以說 你終結就是 各項稅收年增率 多成副成長 這表示什麼 是不是今年的稅收 會減少 是不是 目前為止是 副成長的現象 副成長 我也知道副成長 我就問你這句話 大概是副成長 百分之二點多 會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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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這一次追加預算 課稅收入增加了將近 大約將近十四億吧 是 排照稅兩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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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平均一年台中是要增加 多少輛車 是 報告議員 多少樣增 排照稅已經開增了 那目前就是我們新增的 車輛數有三萬九千輛 那稅額增加三點三億 那如果以增期率百分之九十來計算的話 那你現在已經達成了 恭喜你 三月份到現在就達成了 就是到四月底 因為排照稅是四月份開增 你增加了兩億吧 你現在就達成了 估計可以增加三億 是 比原來的八十一億要增加三億 認爲 八十一億 你的這個排照稅是八十一億嘛 對不對 那現在會增加三億八十四億 是不是 是 是 大家都聽到了 我們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你排照稅 能不能增加到八十四億 報告委員 我們追加以後只有八十三點二億 我們沒有 追加八十三點二億 反正你現在追加兩億嘛 是 我們 你現在就是 就是 你現在就追加兩億 我們現在就說你已經達成了 恭喜你 是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增加了兩億 這個台中市每一年 今年要增加一萬輛車了 兩萬塊錢的稅捐了 兩百七十五萬人 大人小孩 大人小孩 兩百七十五個人 就要買一輛車 就要買一輛車 地方稅務局 有不有騙很大 有不有 回答一下 地方稅務局 有不有騙很大 兩百七十五 兩百七十五個人 就要買一輛車 包括議員 這個我們是實際 地方稅務局 要不要騙很大 我並沒有這樣子說 那這是我們實際的數字 你不要這樣說 我幫你量化嘛 而且我們去年 裁照稅法有修法 你增加了兩億嘛 你增加了兩億 一輛車 我們算兩萬 那你就是 兩百七十五萬人 兩百七十五萬人 一年就要 兩百七十五個人 就要買一輛車 對 對不對 我們這樣子來推算嘛 來 局長 我們地方稅務局 有不有編 退休人員的補助預算 有不有 退休人員 補助預算 邊做手 邊在哪一個科目 有不有借用 辦公室給退休人員 有不有 有不有 好啦 你也不知道啦 好啦 來 地方稅務局 公務車輛 有多少台 有多少台 現在如何管理 公務車輛如何管理 這個我可不可以請我們 有多少公務車 公務車 我也不知道 有多少公務車 好啦 不要你答了啦 我問你一件啦 七五九三二F8 這台公務車 誰在使用 何在誰在使用 我不知道 好啦 都不知道啦 好不好 請坐 五九三二F8 這一台公務車 誰在使用 好好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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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局 經濟局 局長 台中市政府 讓市民和山女羽羲污染的地下水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請議員執政 三年前 三年前 本席揭發了 漢翔公司 地下水 山綠區的污染 西屯 西平 西安 三個里 化為污染地區 當時的軍發局 當時的軍發局 都發局 西屯公所 專案辦理 安裝自來水 只要民眾 只要民眾提出來 只要民眾提出來 我們民眾 只要負擔 嚴管到家父的費用 其他的費用 全部 由政府跟漢翔公司出 我這一邊 有一張公文是 3月17號的公文 我發公文給你們 金發局 說這個地方是 地下水污染的地區 民眾有漏裝的自來水 要申請安裝自來水 拖了兩個月啊 今天是5月幾號 7號 拖多久了 都已經劃定是 污染地區的 你們讓民眾 喝了兩個月的 污染的地下水 副市長 副市長 你們讓老百姓 喝了兩個月的 這個污染地下水 公文在那邊 公文在那邊旅行 這個局推哪個局 這個局推哪個局 金發局推到都發局 都發局推到 推到區公所 區公所在 在弄到這一個 這一個環保局 在幹什麼 這個都是已經 既定的政策 都是已經劃定成污染地區的 你們要搞兩個月 行動政府 什麼叫行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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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基旅行 建基旅行馬上來辦 建基旅行馬上來辦 辦了沒有 辦了沒有 3月17號的公文 這個案子我再來 親自來了解一下 都在這個污染地區啊 你們讓老百姓 喝了兩個月的 污染的地下水 搞成這樣 搞成這樣 什麼政府 請坐 局長 這一件 淋履式的 這一個公文 這一個公文 請你們趕快辦 趕快辦 之前就是專案核准的地區 現在在環保局 現在在環保局 環保局難道不承認這個地方是污染地區嗎 我們再請教 我們再請教我們的農業局 王局長 王局長 後禮 花伯在後禮 後禮要設幾個館 後禮要設幾個館 包委員 即使設幾個館 不重要 不是還沒有決定 還沒有決定 因為就是第一次的 他的規劃報告 內容是什麼 也不知道 有一個大致的方向 館是永久的 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臨時的 也不知道 每個區至少會有一個永久的館 這個我都不問你啦 我看你都不會清楚啦 那個不是你在辦啦 是我們的郭富主義在辦啦 王局長 你上任後 換掉了多少約聘務臨時人員 聽說將近二十個人 沒有 絕對沒有 多少個 大概三到五個 沒有沒有沒有 也沒有 沒有 絕對沒有 好 你把你的這一個 約聘務人員 臨時人員 是 這一個名單給本席 好不好 可以 好 好啦 那我們花博 有聘兩個 九職等的 是 現在也換了嗎 對不對 沒有沒有 報告委員是有一位 同仁他 因為他自己剛好在修博士班 所以他說這樣他可能避不了業 所以他說他在四月二十個 台中市政府當初的時候為了辦花博 特別聘了兩個 容許 農業局 兩個 九職等的 約聘人員 九職等在我們公務人員要爬多久 爬二十年啊 那我要請問啊 你們現在接任的九職等人員 到底的學歷是什麼 有哪一些忍耐 到底要講一下 公開一下 是 有一位就是 森林景觀方面的 那一位是休閒遊戲方面的專長 外文能力如何 外文能力可以應對 可以應對有不留力 能不能聽說誰 不來 好 好 謝謝 謝謝四位議員 一團糟啊 好 謝謝四位議員 剛剛聯絡咨詢 接下來我們請 賴超國議員 咨詢十五分鐘 請 感謝主席啦 副市長啦 還有副市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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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歡迎 今天市長 李市長 我們 把 違章建築 擺在優先嘛 拆除嘛 104年 1月1號 我們 林家董市長 宣布的嘛 新違建 既爆既猜嘛 對不對 我請 本色請問你啦 好 洪宗好期 潭子元期 太平 產業元期 這三個 從 胡志強 市長的年代就開始幾月了 開始規劃 好 好 到現在 那 政黨安啦 麻煩你 稍微說明一下好不好 呃 跟議員報告 三個園區的部分 首先如果我們先看這個太平的部分 太平算是比較快 為什麼會說比較快 因為說 我們大概是在過幾天之後 大概就要送這個內政部 再做這個可歸的一些審查 那基本上台糖公司已經 願意跟市府來做合作開發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在年底的時候 就可以通過這個 這個規劃案 然後明年的時候就可以開始來徵收土地 開始來做開發 那再過來就是說 議員比較會關心的是 潭子巨星的部分 潭子巨星 在這個太平的案子能夠過了之後呢 因為同樣都是台糖是大的地主 那只要台糖能夠合作開發 變成是一個案例 所以中央修法確定他的地價稅啊 等等這些怎麼繳之後 土地增資稅怎麼繳之後呢 我相信 潭子也會比較快 沒有啦 局長就是那啦 我是問你說當時 這三個園區啦 洪洲澳期 潭子 太平 這三個 當時的完成 預計啦 你預計當時的完成 預計的部分來看的話呢 我們是希望能夠 像潭子的話 是希望在明年的一月底的時候 能夠完成這個公告設置 那土地取得的話 希望在明年的三月底 能夠取得所有的土地 就要開始要開發了 因為 中小企業 齁 你看看 中科 環評一次就過 大財團嘛 財大氣粗嘛 啊這些中小企業 只要花我一個同的房地 幾月幾個年 到現在後50給他們 進出 後50給他們來使用 你們就要一直撐 你要叫他們去成功 要叫他們去成功 每一間中小企業 最少都有五個家庭 幾十個家庭 他要維持他的生活 他要成功 他要成功 當然你要違法啦 對不對 你的被套措施 要趕快做出來 工業市 趕快開發出來 台塘土地 最好取得 還是國有財產市的 最好取得的 最快的方式 快去取得 來開發 為工業用地 讓所有這些中小企業 有助輔助 進駐 這樣他們如果想要學法 他們如果要違法 對你主要有土地 好提供給他們 合法 他們決定是要進去 相信很多 那時候幾月期間 醫院調查 跟彈子產略員區 就三四百間 由醫院進去 要這幾月幾間 八十幾間而已 不過嘛 對不對 所以 他們沒辦法 都要去找農地 去打圍獎 當然圍獎是沒有問 不對 不過 我們市政府 要有辦法 來 開發一些工業用地 讓他們可以 合法 來進駐 跟他們 輔助 進去 對不對 這樣你市政府 來 聽尾長 他們 不會說市政府 怎麼樣 跟你們輔助去合法 我有地方好你去 我不是沒有地方 對不對 你沒有地方 當然 他們一定是圍獎的啊 你說台湯 台湯 在我們彈子市 他的土地 歐六十幾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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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願意配合 我們市政府 來開發公園市 當然這是最好啊 對不對 他可以 竹竹不賣啊 他可以賣啊 對不對 看你怎麼去 全圍啊 是 有財力的 你可以來買 買工業 沒有財力的 你就是用做的 一些年輕人 要創業 可以來做 對不對 不會這樣 市政府去做一些 圍獎工廠 來做成困惑 齁 教長 進行 比較快 齁 這 我們知道 中小企業齁 現在 我們的專線 都是在檢基的啦 都在檢基專線啦 啊 他們如果檢基齁 差到那裡 他就比較痛 對不對 他總是不好 沒有錯啊 不過他為了 生存啊 沒辦法啊 對不對 一定要 要趕快 來做好事 好不好 是 齁 教長 請坐啦 呃 農業子 王市長 我請問你齁 農業 農業 農業發展基金啦 齁 我們市長林家梁 齁 都要打造 農業首都啦 齁 設立農業發展基金啦 齁 等口號啦 請問 王市長 農業發展基金 成立的 目的是什麼 就是 協助農業發展 協助農民發展 農業 農業發展 然後幫農民賺錢 幫農民賺錢 有啦 誰項目 項目 很多 當然 各區 有它的特色作物 那 譬如說以前的一鄉一特產 也是很好的一個 湖島的方向 那 每個區都有它 核心的作物 我們要來湖島 專門輔助農民嘛 是 來給他們 攤口吃的嘛 我請問局長啦 我們 市府推動 銀糧午餐啦 每位學生 每餐 在補助員 是 這個政策 100坑五年的經費 是不是幾 農業發展基金 變出來 目前的規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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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105年 是 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這是還在 規劃當中的一個 一個方案 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定案 這樣我就問他 我們的農業發展基金 現在多少錢 現在 還有八千多萬 八千多萬 你現在 100坑五年 幾月要去農業發展基金 去 支援這 五個 要兩億萬 要兩億萬 對吧 這 有 我們在當時 設立 農業發展基金的 會不會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現在 跟議員報告 我們也是在研究 原來的 使用 目的 跟基金的來源 這邊 來做 法規上的 修正 因為 農業發展基金 就是 尖堆農業 要幫助農民 對吧 是 你如果從這裡 會去 會去擠壓到他們 會去擠壓到農民 他們 會嗎 會不會 市長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編 10億 那 10億 當中 如果這個 兩億多的營養午餐是搭配 我們福島 我們 各區 農民的 再 地產地消的 農產品 把這個線連接起來 那 這個 也是一個好的方向 我們 局長要再編10億 我們市長 要再編10億 是 農業發展基金 是 財政局 林市長 財政局 你剛有聽到局長說嗎 農業發展基金 我們市長 說要再編10億 有辦法嗎 蔡英文去哪裡 好 我想 市長 重視農業 那麼 希望 充實農業 將來 他的面向的租出變 那麼 這些錢 還是要從市庫來 租業 那麼 有一點我要提出來報告 就當時 他還說 農業 跟在地的學生 營養午餐的結合 所以裡面 市長 大概涵蓋了說 三億 沒辦法把邊 農到基金 你要由農到基金 來支援這個交易 那麼這一點 我們回去 我們回來再 再研究一下 是要直接由市庫來 給教育局的基金 那麼我們貴會的議員也有提議 你學校的報告 你就把農到家裡 你不用再農到家裡 這樣又破壞 所以我們回去研究 那麼 對於農業的部分 他們會提出 計畫出來 我們盡量 來支援他的計畫 如果說市庫的錢 只有農給他 他放在那裡閒置 閒置是一種浪費 市政府沒有那個閒置的錢 可以在那裡浪費 我們會看他的需求 然後 衡量整個市政府的財源狀況 我們會全力來給他助援 謝謝 會擠壓到北 北極市的經費嗎 會擠壓到嗎 打這個 十個 不會啦 應該是農業部分 我們是把農業的政策 農業的計畫 在市政府整個計畫裡面 優先順序 輕重緩急 我們會排在前面來 當然你說這個 一個錢 用在這裡 就沒辦法做 兩個地方來用嘛 那麼我們會 按照市長的證件 對農業部分 從下個年度裡面 來加強他的分量 謝謝 我跟你講 局長 農業發展資金 我跟你講 你們就是在 規避 市議會的監督 就是在規避市議會的監督 我們市長的 一個小金庫 他要怎麼用 要做什麼政策 他就等幾個使用 哪不屬於一個小金庫底 我 本身 要求你農業局 農業發展資金的 經費及收支條例 上來議會審 上來議會審 是 不過委員 那個基金的編制 還是要通過議會同意 還是要經過議會同意 收支條例 要上來議會 我問你 局長 你今年 農業局 補助的福祉 農業 今天沒有補助 對不對 你改變做法 你新起來 新的局長 你有你的思維 你的思維 不一定 比較前進 陳孝 報議員 陳孝 看起來應該是不錯的 至少我們 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讓大家知道 農業 跟生態的保育要能夠 雙贏 那我們盡量 減少農藥 然後 安全用藥的方向來推動 我本事跟你說 真的 你的 生活 你的作法 是 不錯 你良善 為了環保 不過 你 你 八成 還是 班次 做團會 你有沒有 下去 有 有沒有講到這個 有 農民啊 農民有說到這個問題嗎 農民 當然因為 補助 沒有 是會有一些 厭言 我是聽這個 你叫七八十歲 去頭中去 扶塑樓 那扶你 要怎麼辦 保委員 我們沒有限定要 一定要 地主 或者說一定是農民 好 才可以來 幫忙做這個工作 這樣 這樣 扶塑樓 八成的地方都自己花錢去買 由我自己去 去投 一樣的意思 雖然你的利益是不錯 我們知道 真的 不過 要好好地 農民 交通就好 我是覺得 你的獎勵辦法 可能 定了太多 所以 有很多農民都沒有配合 因為 我 我們探主 我了解 很多農民 都是沒有配合你的政策 都沒有配合你的政策 對 沒有配合 他們 如果是一樣 如果是都用油 那些 我們告訴你 一些 passou 的 不在他們的 面子 然後 在外面 沒有去捏 你 一幾 一幾組 你抓 後一幾組 他就生出來 後一幾組 就生出來 因為他是對水走的 對,你要想到比較完整 把他的福塑樓 檢照到享受 不要讓他一直拖 因為現在每條 每條都會福塑樓 每條都沒有去 對,想到有什麼好的方式 鼓勵佩生,下去倒量 看來可以盡量檢照下來 謝謝賴超國議員 下個禮拜要開檢討會 我們接下來請何明傑議員 又諮詢數分鐘請發言 感謝我們的主席議員 副市長,各位主管 各位董人,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想來延續剛才議會董人 今天有產業園區議題 現在大家剛才有很多困境 包括不管是違章工廠 違反到建局法 或是違反到土地國違法 或是違反到其他使用分庫、消防、農地利用 這些問題都不是我們進化局的問題 問題是只有我們進化局的改革 因為這些問題,尤其是使用分庫 或是當時供的法 只要變得住 就是地目不符 地目不符,不管它怎麼改善 不管這個協助開錢也好 尋釁辦法 法定要來改變 也是於事無補 唯一可以解決就是我們的 進化局創造工業用地的攻擊 才有法度說 我們其他的單位 不管是要跳圍中 或是要跟環工業 使用分庫有問題 或是農地 我們要求它恢復農業使用 我們要要求人的時候 要有所在讓人去 所以剛才我聽說 大家很關心工業區的問題 我要請到我們的 政法局長 目前我們有幾何位在整個 包括這個太平產業園區 潭子的巨星園區 封州二旗 還有清水這邊也有在整個 廣州 這裡的攻擊差不多多少 公用地的攻擊 太平是14.37 潭子是14.76 大概就30 那豐州大概是55.27 所以加起來就85 那清水甲南的話 一起的話 是81 所以大概是165 左右 所以倆總目前165 目前 以至於我們進化局 預估我們 台中市的工業用地的需求 應該要多少 才有夠 那目前 不用再想後面 經濟發展目前 目前 目前至少提出需求的 可能就五六百公頃以上 正確的數字 正確的數字 其實我之前沒有去了解過 只有提出需求的 目前在台中市 我們就短少七百公頃 有提出需求的 照市長跟我說的 他說 包括沒有提出需求的 實際上是很需要的 應該超過兩千公頃 超過兩千公頃 但是當然我們沒有辦法 立即來滿足 但是現在目前已經短缺七百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 總共一百六十六公頃 而且這不是馬上就看得到 最快的是年底 太平 再來是明年 還持續再發展下去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問題 我們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還是說也是持續開發工業區 但持續開發工業區 我因為依照目前的進度 沒有辦法解決現在這個困境 我記得一個例子 太平產業園區 他現在到現在 照說 實在是應該在完成 但是我看這個進度 內政部 專案小組會議 最近才要開 這個 土地徵收小組審查會議 是這兩天開 對吧 然後 他的用水計畫 排水計畫 雖然這都已經合定 農業變更編定 農委會也已經同意 環保局也通過評估 其實這個問題 從現在來說 已經超過三年的時間 才把我剛才說的 東西做得好 到現在來說 這塊 今天我就保證說 在今年可以來公告 釋出嗎 有法度嗎 今年有辦法嗎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努力的目標 但是你也不敢說一定 為什麼不敢說一定 因為這不是只有我們市政府 都改革的 我剛才說的 只有內政部就有專案小組 還有土地徵收的小組 然後還有排水用水計畫 甚至如果影響交通的時候 還有交通輸導計畫 還有農委會同意 還有農委會同意 我剛才也聽到說 要台藤同意跟我們合作開發 像台藤一開始說 要叫我們政修 到要改造 要用合作開發 他還割半而已 所以我認為說 剛才我說的 這麼多問題台中市 要來改造這個違章工材的問題 雖然這幕前法庭都不是你們開的 也不是你們去 一定要去查詐 問題是只有你能夠解決 剛才說的 166公頃 全部來完成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新的計畫 來改造這個問題 新的計畫分成兩種 第一個還是要去檢討 現在目前都市計畫裡面的工業區 還沒有使用的面積居然高達804公頃 那舉最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關聯的123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部分主要是卡在兩個部分 其實兩個都是一個道理 就是它裡面的區內的這個道路 沒有開闢完成 那為什麼沒有開闢完成 第一個當然牽涉到建設局的預算 第二個就是說 開完道路之後 週邊會有一個回饋金 那這個回饋金通常 現在還在爭論說 這回饋金應該不太講 那你說第二個問題 那你說第二個問題 你不是說還有第二個 這個就兩個兩個問題 預算跟那個 所以其實目前要有 你說要有這麼多工業用地 已經是這個上市可以用 這是旁邊的條件要符合 我相信我知道我們的副市長 對這個問題也很重視 我在這裡也可以預告 如果在半年之內 你沒有辦法提出 新的工業用地 在哪邊有可能可以cover的 市長不敢出門 為什麼我會說他不敢出門 選舉的時候市長不管去到哪裡 不管是工業區的聚落也好 還是中小企業散布在每個地方做工業也好 市長都有說到一項 他當選市長 一定會替大家解決工業用地的問題 如果以我們現在這種進度 到現在我們新政府到現在已經五月了 如果沒有新的區域 我們可以找到好的地方來規劃工業區 我認為市長只有這件事 就不敢出門 不敢下山 所有人都會跟你問市長 你會給我代用 我舉個例子 屯區就好了 太平大理物風 它是一個加工的重鎮 目前除了太平財產業園區 原來就在規劃 你有新的計劃嗎 新的計劃大概會在太平區的萬福段光星段這一帶 因為這個部分都是百分之百都是公有土地 但這部分的確是要跟中央來合作 所以跟你一樣 我也蠻贊成說 不管是國有土地 還是軍方的土地 還是台塘的土地 我建議 我們這邊可以請地震局去清查 所有地震局在台中 是不管是公有的哪一個單位的還是台塘的 我們都清查出來 我們來做一個專案 針對每一地 它有沒有機會 可以挑出來作為工業區的開發 連每一地 你不是只有看土地 你只是說太平有萬福段 其實太平有萬福段那塊地 我不覺得是很好的土地 但是我前途跟我說 在太平工業區鄰近的土地 它其實是一個更好的地方 是不是你們應該是實地上 把這些地震局過濾給我們的土地 你們應該有專人 去每一個地方 在現場評估 是不是有可能 有機會 然後請副市長這邊 這個我也成吉教教 要求其他的教育 來跟我們配合 針對這個工作 能夠有 可以做的多點齊下 你不要說這塊做才做八塊 剛才我們說那四塊一百六十多公圈做好 已經三四年以後的事情了 八議員我們其實上任的時候 副市長在第一個禮拜就開始召開會議 我們每兩個禮拜開制 那目前大概有三十七塊 正在同步的評估 三十七塊總共的面積是多少 統計起來的話 大約就可以了 大約 可能在四百公頃以上 其實這四百公圈不一定都會成功 這都很清楚 因為有的他還要面臨像我剛才說的 農委會會會不會同意還不知道 內政部會不會同意還不知道 但是這個計劃 你若不在今年都要做出來 送出去把這個土地的所有權機關 跟這些機關要求 請他跟我們配合的時候 一定會來不及開發 我們的民眾 我們現在的公用地需求 包括包括我關心的 所有議員關心的 剛才說的那個不管是違反建局法 都市計劃法 所有的問題都不會解決 所以我在這裡要求我們的 我們的進發局局長 我們已經有開始這個事情 我也知道你們有在做 為什麼我說有的土地不適合 但是那沒關係 我們全部清查出來之後 馬上現場評估 評估我們可以 我們不要等待 這個事情請副市長 要扶起這個議員 因為請進發局去做這個協調 其實還是有難度 他們只是主辦機關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是市長很重要的政策 請務必完成 多點齊下 這樣我們看的成果 這個問題先到這裡 我要來請教我們目前 市場科 這個 請問你有了解說 陳年科它主要的業務 大概有多幾種 主要的就好 簡單說明 第一個當然是公有批發市場的監督管理 第二個就是公有零售市場的監督管理 第三個就是攤販 主要空位在這裡 但是我覺得一個比較奇怪 台北市管理市場的單位 是產業發展局的市場處 新北市政府它也是進發局的市場處 他們這都是二級機關 台南市它也是市場管理處 都是二級機關 高雄市也是市場管理處 高雄市先不要說 因為高雄市是比較慢升格 我們台中市是市場科 你認為這有什麼差別嗎 這個當然管理的強度上 跟業務的健全面上面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折扣 我現在說的不是說 我們就一定要跟人家來比 但是相對我們用這麼多的資源 要用更多的人力 來做這個市場管理的事情 當然我們不是去管理這些 只管理這些攤販 因為傳統市場的發展 代表一個都市發展的水平 傳統市場能不能夠一個健全的發展 可以轉型的 代表一個區域發展的水準 所以我在這裡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你們回去審慎思考 我們有需要導入更多人力 我們有導入需要更多主管 來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人家其他 有都大家用二級單位 用這個市場管理處 我們沒有這樣處理 當然我們如果有更多的想法 我也會幫你支持 但是我提出這個問題 你們應該好好評估 是不是應該要來 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好呢 但是在我來說就是 因為我發現這個問題 我來舉例一下 我們各個行政區 我先報告幾個數字 這個指定的租金 太平區公有零售市場的攤位 一個月要五千五百五十塊 台地區公有市場攤位一個月九百二十塊 差六倍 物風區公有市場攤位一個月三千兩百二十七塊 物日區一樣七百七十塊 風源一千兩百二十五 這聽起來很不合理 每一區的這個錢差很多 尤其太平區明顯 都關五六倍 那不要說原來的線區 我們講市區裡面 我從第一市場開始 第一市場一個月一千六百八 第二市場一個月一千八百二十五 第三市場如少一千一百九十二 第五市場如少一千一百三十八 我在這裡說這個數字 我不是說有人比較貴 或是有人比較熟 但是這個資金怎麼計算出來 市長你不知道 報議員這個歷史上 因為過去縣市沒有合併之前 市場是歸區公所 或是以前的鄉鎮市公所管理 那有一些地區他會用飆租的方式 既然是飆租當然就會 價格就會飆上去 因為飆租不管是用飆租 或是說他們有什麼公司來算 他們都納入一個東西叫做貪位租金的調整全數 他們租金的調整全數 每一個館市都不一樣 每一個區 每一個鄉鎮市都不一樣 但是很明顯我剛才說的所謂 台北跟台北比起來差6倍 這才不合理 我們還要說到老闆市區裡面 由第一市和第五市都總一千多塊 我認為這個比高起來 這樣也很不合理 所以我現在要求我們的進化 是針對這個 貪位租金的調整全數 是不是應該要重新檢討的必要 報議員我們正在修訂辦法 那這個辦法會融入過去台灣省的 這個貪部位的這個租金的一些相關的辦法 它有一套公式 我們正在檢討這個公式 然後去看各區的 我現在說的就是 不管是我剛才說的市場管理處的問題 我們的人力資源要投入 第二就是目前 國區我們現在已經合併升格這麼多年了 我們不應該每一個區域有這麼大的落差 我剛才說的 這個傳統市長 他要發展他要轉型 絕對需要我們的市政府的助援 需要我們的副度去幫忙 所以我在這裡 具體兩個建議 這個就是說 我希望市政府 可以沾對這個市場管理的丹領 補給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能力 帶動傳統市場的發展跟轉型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就是說 我們需要建立大臺中的 一致的收費標準 因為那裡每年的6月30號 所有的租約都會到期 那裡每年的6月30號的租約到期 進檢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 租金一致的標準把它定出來 你做得到嗎 這有做到 因為做在進行當中 這第一項 要求一定要做到 但是要做到進行 有一些很不合理的 我要求你 現在就要 看現在就可以調整 怎麼不可以調整 也要把辦法用出來 不要讓人覺得 一試好幾次 我剛才說的這個祖金 我覺得那有的 關到離譜 有的是假到離譜 所以我們要求一個 比較公平 政府有收入 不知道可以去投入 不知道可以去幫他們輔助 好不好 我要這順 給大家 謝謝 謝謝和民節議員 還有我們市府的各位 財經委員會的各位官員 大家辛苦了 我們散會 謝謝 謝謝 謝謝